你听我解释,这是一个误会。 谢坤杰则是死死地盯着硝烟眉心处的印记, 这个印记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从那个时代活下来的人, 对于邪尊都有着极深的记忆, 也证实了邪尊所言, 他得罪过的人太多太多了, 但凡有点实力或者抵运的家族, 多多少少都被其欺负过, 从谢坤杰那逐渐充满敌意的眼神便是足以证明。 我若说我是因为修炼了邪尊所留下的功法, 才出现的此印,你信吗? 硝烟知晓,想要解释的通的确有些困难, 对此硝烟也是感觉到了苦恼, 此地尚且还有阎神分身可以护他本尊, 而如果真正地回到了神兮世界, 那时这个印记恐怕真的要招来不少杀身之祸。 谢坤杰当即摇了摇头, 然后说道, 邪尊诡计多端, 唐年便是无数次的陷害斗神联盟, 若非尊尚睿智, 可要被他坑害不少。 尊尚气度非凡, 你的模样看起来不似尊尚, 反而更似邪尊, 你若说你是邪尊转世, 我还真信。 硝烟一脸苦笑, 回想起紫辰虚灵塔里所见的邪尊, 一脸邪魅, 反观自己, 似乎并未如此, 为何给谢坤杰这般印象呢? 唉, 看来是没办法解释清楚了, 不过有一些东西倒是可以证明。 硝烟说着, 便是散开了自己的气息, 士生旨, 山海遗旨, 神木, 以及轰神壁, 这些是尊尚的躯干。 若是谢坤杰真的了解尊尚, 他自然认得, 硝烟气息流转的时候, 谢坤杰顿时眼眸猛缩, 死死地盯着硝烟, 然后喃喃道, 你竟然能获得尊尚如此多的传承, 尊尚隐落之后, 躯干化作了神兮世界的大造化, 拥有尊尚躯干之人, 不止你一个。 而且据我所示, 如今的斗神联盟之中, 还有一人, 他身上拥有尊尚接近一半的躯干。 若要以获得尊尚躯干来判别的话, 他更像是尊尚的转世。 他也曾来过神法之地, 我与他有关一战, 他很强, 甚至会遵上一些手段。 不过后来, 我仔细思索, 便是确定他并非是尊尚转世。 尊尚的身上, 不可能会有一种阴邪之感, 而他的身上, 不仅有这种阴邪的气息, 更重要的是营绕的煞气, 气息并不稳定, 看来更像是被反噬。 谢坤杰缓缓地说道, 萧炎并没有打断他, 闻言之后, 萧炎也是犯起了好奇的眼神。 哦, 竟有此事? 萧炎也是震惊, 斗神联盟, 他没办法知晓太过深层次的事件, 毕竟, 他只是一名九重天的殿下, 而且在斗神联盟所待的时间也并不长。 所以斗神联盟的一些秘密, 唯有谢坤杰这般曾经的老将才知晓。 我了解的不多, 有些我无法触及的核心内容, 但我知晓有一人定之。 谢坤杰开口说道, 你若不信我是尊圣转世, 为何会与我说这些? 萧炎问道, 谢坤杰文言也是微微一顿。 的确不像, 可你知晓彼岸花, 这个势力, 即便是金家人也是不知, 一个四星斗神能够知晓射险, 却身旁还有阎萧上神宝卫, 而且你拥有尊上如此多的躯感, 好似并未被反噬, 我的感觉告诉我的确有可能。 谢坤杰分析道, 在他说话的这段时间, 实则他也在思考着萧炎的身份, 因为他看着说话的一直是萧炎, 一旁的元神则是从未开口, 也从未反驳, 在他看来, 如此强大的一名存在, 如今更像是萧炎的护卫一般,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萧炎所言并非没有可能。 还有一点, 如果你是邪尊的话, 一个四星斗神的实力, 毫不避讳地露出这独特的印记, 那无疑是在找死, 除非。 萧炎看着一直开口的谢坤杰, 脸上露出了笑容, 眼神之中更是露出些许赞赏, 毕竟活了如此久远岁月的老怪, 心思能够如此细腻, 也并不奇怪, 透过萧炎所表现的话语, 从而准确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如此人物, 难怪金氏一族会将他困在此地, 就凭如此细腻的心思, 还真会是一名得力干将, 可惜此人却也偏执, 至少忠心。 除非我没办法隐藏, 不得已露出。 萧炎接着谢坤杰的话说道, 谢坤杰认真地点点头, 所以, 你真的是尊上的转世吗? 谢坤杰很认真, 非常非常认真地看着萧炎, 但虽然很严肃, 但眼中确实充满了期待。 目前据我所知, 是的。 萧炎点点头, 回答道, 尊上的真名是, 顾重生, 有几个妻子。 据我所知, 目前关系暧昧得有俩, 一个空蓝, 一个古神殿的女皇。 萧炎也没有保留, 将她知晓得全部说出。 当提及到古神殿的时候, 谢坤杰的眼神顿时一变, 不再多问, 直接单膝跪下, 重重一半。 尊上, 您真是尊上。 见到谢坤杰跪拜, 身旁的十几道身影, 也是随之单膝跪拜。 不必如此, 虽然我是尊上的转世, 不过尊上的记忆知晓不多, 所以, 我或许不会成为你心目中的尊上。 不过有一点, 斗神联盟, 我必定将其拿回, 也必须重整万界秩序。 萧炎伸手将谢坤杰扶起, 此刻的萧炎需要一心明心, 看得出, 这谢坤杰是一个极具智谋之人。 这样的人才, 在夺回斗神联盟之后, 大有必疑, 而且谢坤杰所为所言, 也的确令萧炎深感肺腑。 在怀疑他身份的时候, 谢坤杰真的散发出了杀意, 他明知不敌, 但也敢拒绝, 此人心性坚韧, 内心正直, 乱世之中实在太过难见。 我当必定追随尊上, 以定住尊上重新拿回斗神联盟, 即便战死也在所不惜。 谢坤杰此刻眼中充满战意, 似乎压抑在内心不知多少岁月的火焰, 重新燃起。 他原本以为世界再无火光, 原本以为尊上已经成为信仰, 却未曾想到终有这一天。 萧炎此刻也在谢坤杰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虽说金氏一族如今掌控着斗神联盟, 可萧炎低估了尊上的影响力, 一如谢坤杰这般的人物绝非少数, 一旦战争爆发, 倒戈者必定不在少数。 一如邪尊所言, 他们虽然陨落, 但意志依旧活着, 这股意志足以将金氏一族连根拔起。 我们的时间不会太多, 需要刷紧整合人员, 萧炎开口说道, 谢坤杰重重地点头, 在此刻认清萧炎的身份之后, 眼里便是精芒四射。 尊上放心, 曾斗神联盟的人员, 我至少了解百分之九十, 我身边这群人也是来自斗神联盟, 早与或许不同, 但也是被设金氏一族贬入此地。 谢坤杰说道, 神后一众也是看向萧炎, 尊敬地拱手一拜, 他们各个的目光里都是闪烁着无比的狂热, 尊上这个称谓只是一个传说, 或者是一个信仰, 甚至他们都不敢相信, 面前此人竟是曾神兮世界第一人的转世, 被困在此地无数岁月的他们, 也仿佛抓到了希望的稻草, 他们很明白, 如今跟随着未来或许会成为无法仰望的存在。 我们现在怎么走? 萧炎问道, 谢坤杰顿了顿, 目露思索, 不过也只是几夕时间, 便是开口回答。 这西北星空曾斗神联盟之人只有我们了, 其他的都已经陨落, 而有更强者, 他们不在此处, 他们在东南星空, 据我所知, 有不少便是生活在斗神星里。 斗神星? 萧炎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虽然斗神星在这神法之地, 有着举足心中的地位。 这颗行星应该是神法之地为数不多, 没有报废的行星。 传闻此星封印着的那位, 存在体内元气亥然, 之所以没有报废, 皆是因为这位强大存在体内不断散发出来的元气, 供养此星。 谢坤杰缓缓地解释道, 萧炎微微点头。 既然如此, 我们便出发吧。 萧炎说道, 此去多神星若是寻常方法, 至少需要百年, 我们有这么多时间吗? 谢坤杰问道, 萧炎摇了摇头, 目光看着谢坤杰, 他知晓, 谢坤杰定然有方法, 因为神隐之地来此, 也有这一段距离, 而谢坤杰则是用了十分之一不到的时间, 便是抵达这沟陈星。 我并非是故意隐藏, 能够从神隐之地来此, 是因为曾从一名使者身上, 收刮到的一枚挪移玉剑, 乃是使者保命之物, 此物是借助这片星空独特的大阵之力, 才能够缩短距离。 谢坤杰这才想到, 自己来此的时间也对不上, 萧炎的眼神明显在质疑他, 旋即便是急忙解释道。 萧炎笑了笑, 没有怪罪之意, 目光则是看向了趴在元神身上的灵球。 灵球见萧炎将目光看向他, 则是趴在元神的肩膀上, 假装没看见的模样。 萧炎解开了他的封印, 而且有元神作为靠山, 他才懒得听从萧炎使欢呢。 萧炎, 这么快就忘了恩情可不好。 萧炎开口说道, 萧炎当即便是冷哼了一声, 开口说道, 自己什么实力, 心里没数吗? 萧炎老大没开口, 你配吗? 萧炎嘴角微微向上扬起, 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 忽然间, 萧炎神目绽放出光芒, 一股强大的吸扯之力, 竟是释放而出, 灵球顿时感到不妙, 便是撕心大吼。 原神老大救我。 灵球强撑着, 可这股犀利, 仿佛就是用来压制于他, 咻的一声, 竟是重新被关入了神木当中。 原本破开的十道封印, 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封印重新凝固, 灵球再度被萧炎封印。 啊? 怎么会这样? 明明封印已经破开了, 为何? 重新被封入了神木中的灵球, 发出撕心裂飞的吼声。 爷, 您听我解释。 灵球最终只能是败下阵来, 因为他看见原神, 似乎并不理睬于他。 萧炎也不磨叽, 十道封印再度消失, 重新将灵球从神木中放了出来, 展开阵法之力, 前往剁身心。 萧炎也懒得与他废话, 便是直接命令道, 原神眼神依旧冷漠, 尽管灵球可怜巴巴地看着原神, 然而原神则是开口道, 按他说的做。 原神分身的一句话, 便是可以直接让灵球妥协, 看到原神并没有要替他讨回公道的样子, 两边都得罪不起的灵球, 只得照办。 竟然联合起来欺负啊。 灵球难难, 与此同时, 他眼眸之中蓝光绽放, 一股力量便是自星空中汇聚而来, 旋即便是出现了一个虫洞。 出发! 萧炎开口道, 谢坤杰则是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能够运用神法联盟使者才能使用的阵法之力。 萧炎和原神分身在前, 雷姬则是默默半起身后, 皆是踏入了虫洞当中。 谢坤杰顿了顿之后, 也是一招手, 带着一众人急忙跟上。 东南星空 虽然这里依旧是神法之地, 但进入东南星空之后, 行星数量明显增多, 且星空之中还能看到吉池的身影。 不过虽然都是神法之地, 可东南星空和西北星空却是不同, 西北星空更多的是散修, 而在这东南星空中, 更多的则是家族势力。 因为东南星空当中, 有着许多没有完全废弃的行星, 所以还会因为行星而产生争夺和战争。 在这里散修基本很难存活, 除非有着绝对的实力和非凡的手段。 而在这东南星空当中, 众多行星里, 惰神星则是最为闪耀的一颗行星。 它的存在仿佛和周遭格格不入, 而实际上, 惰神星这般行星, 在神兮世界里, 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中等界空。 可在这资源贫瘠的神法之地, 惰神星便是所有强大势力的必争之地。 在西北星空之中, 大多数散修体内元气只有本身的一半。 可在这惰神星当中, 六星斗神或许便真的有六星斗神之威, 元气上千万者更是不在少数。 也正因为如此, 惰神星也是极少连神法联盟都避讳的行星。 因为惰神星之上的势力, 一旦全部揭竿而起, 即便是神法联盟, 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实则萧尹并不知晓, 她的消息已经暴露, 不少人得知后, 便是朝着西北星空赶去。 可当他们抵达的时候, 便会发现, 萧尹早已不在西北星空。 东南星空之中, 一艘方舟急驰而过, 在这偌大的星空当中, 速度显得并不快。 锤灵珠, 它为何发出了红光? 方舟只赏进百道身影, 人军手中皆是有着一枚锤灵珠, 与此同时, 皆是一同发出光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